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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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們不會明白 為何一個十幾歲等著放榜的學生 要去冒一個公民抗命的風險 要甘心扶上法律的責任 但我想每個時代的學生都會有他們的責任 就是回應時代的枯罩 站在民主運動的最前線 我會說如果學生不站得前 我們可以找誰站得更加前 北京不斷打壓香港人 他想把整個政改的安全係數推到最高 控制機率推到最高 說的是他不容許任何違反中央議員的人 我想香港會損失的就是 我們既有社會的氣氛 雖然我們有很多爭拗 或者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香港相對來說都算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但如果這些矛盾白熱化 或者政府不願意去 由源頭開始去解決這些矛盾 我相信社會裏面的批評 甚至一些互相的指控 以至到在街頭行動中會不斷升級 因為這個是人民迫於無來的選擇 有人會說公民提名必不可小 是過於理想 不切實際 和發夢根本沒有分別 但是至少今天 有超過40萬的市民 肯和我們一班學生 發這個夢去支持公民提名必不可小的方案 政改不單是屬於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政治全體 也都屬於掌握著未來的一班學生 公民提名 公民提名 免不可小 免不可小 70萬人 七一上街 公民提名 免不可小 民意所謂 力增公民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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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不讓 七一上街 七一上街 我們的政府 到底是聽人民的意願行 還是聽一千二百人的意願行 我們經常會說 現在今時今日 75萬人投票就是 非法 無效 但是現在是一千二百人 就決定了七百萬人的特首是誰 我們覺得 遊戲的規則 社會民生 房屋 醫療 社福 退休保障 一系列的政策 全部不是聽一千二百人的改 而是聽七百萬人說 所以我們覺得 權力歸於人民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 每個香港人 不分階級學歷財富 他是香港的一份子 他都應該有一個機會去參與其中 如果遊行集會 行禮如宜 每年一度的遊行 都能夠令到香港有民主的話 其實在我小學已經有民主 今時今日我們選擇公民抗命 是形勢所迫 迫於無奈的事實 現在我們做的工作 DOT 可以 旅行 現在我們在大人行 街頭 接近 事項 是 大人行 test 好 是 好